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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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现在风很大呀 但是我还是仍然希望 在时外给大家做一期点点今天事 第一方面 走到哪里 点到哪里 第二方面 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背景的风声 落叶声 感受到纽约的秋雨 秋风 秋夜 今天的点点今天事 仍然要点一下 中共十九家的四顿全会 那么四顿全会 点点今天事已经点过了好几次 从点点今天事 我点的内容来看 大家很容易发现我的盲点 我的错误 也可以发现我的一种警觉 或者说 可以发现我的分析的思路的变化 那么通过这种 错误盲点的回顾 对于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 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到 我们怎么找到 事实的真相 我们怎么比较准确地掌握 中国局势的发展 最开始 出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明镜火拍的一位编辑来问我 我平常很少去介入明镜的具体的编误 几乎是我很多消息 也是看到明镜火拍出来以后才知道 但是偶尔他们也会问我一下 当时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这个消息 是孤立的消息来源吗 他说是一个媒体报道 我说既然是一个媒体报道 那我们再等一等 不要着急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并没有报道 过来几天 那么其他一些媒体开始转述 转映这个报道 说是召开的时间 是10月中下旬 内容是讨论习近平的定于一中 那我在这个定于一中的说法 我是有疑问的 因为 之前的人大会议 之前的一些会议 已经对习近平的定位 任期 都是有比较明确的 确定 没必要通过一个前会 再来确定 就是所谓习近平的定于一中的说法 所以我们又再拖了一下 然后呢 有更多的媒体 不仅是转述 而且开始有他们的一些报道 所以我在旅行中间 没有在其他消息来源 印证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做了评论 我说如果开四中全会 将是一种什么状况 尤其在有一天 由于网友跟我提供了一些 北京地铁站的 这个 异动情况 就是说呢 到某年某月 某日 就是地铁要进行某一种 特别的措施 那么呢当时我就对四中全会 做了一些分析 而且讲出来 最近一段时间 之所以连续处理很多的 经济腐败案件 也是为了向四中全会 上面的纪委的工作报告 有可能要做一个 做一个总结 因为赵乐际上来以后 抓的人不够多 等等等等 那么后来 很显然我这个分析 是错误的 那个地铁之所以出现问题 恰恰不是 四中全会召开 而是当时候中共公会代表 就是中共公认公会 是七次代表大会 虽然会议是在人民大会上举行的 但是呢 代表是住在经济宾馆 所以那是地铁发生的一个原因 那么中纪委的 对一系列案件的 调查和处理 也很显然 不是急于向四中全会 做这个报告 虽然有可能是做某一些准备工作 但是很显然 不是像我分析的那样 当然 但是我在这个节目中间 也要讲到了一点 就是说四中全会也好 政治局会议也好 那么重点呢 是要对经济发展失去利好的消息 如果要召开的话 那么这一点在最近几天 就是习近平去召开 关于民营企业家的谈话 那么 政治局会议所失去的某一些信息 那倒是印证了 我当时候的这个判断 因为我认为 经济已经成为了 中共现在政治极其危险的 一个指标 如果再不去把经济 重新集合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政权 不至于立即的崩溃 但是会产生更大的 会面临更大的 压力 但是我即使是在 讲这个四中全会 开的内容 和时间 相关的节目中间 我仍然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疑问 我的疑问就是 我现在一年之内 召开三次四中全会 似乎是有一点不太带动 因为呢 按照党章规定 每一届 党代会 每一届是五年 每一年呢 不得少于一次开全会 那么如果今年已经开了 二轮全会 三轮全会 那再开一个四轮全会 那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就分不到一年一次了 因为全会一般来讲 是开七次 所以就分不到每年一次了 那么对党章 就是有一些影响 除非呢 你继续多开一次全会 否则的话呢 就不太符合这个时间的安排 按照正常的规则来讲 那么最近几届的党代会 几届党代会 基本上都是 每一年 开一到两次 很少会出现三次的 后来有网友也帮我 查了一下 也跟我进行了一些讨论 基本上从时间来讲 这位网友 确实认为 不大可能一年开三次 而且后来这位网友 又跟我提供了一些 比较八卦的思路 他说什么意思呢 很少在历史上开三次 如果开了三次 可能是一个灾难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讲的就是1958年 1958年是开了三次 是五中全会 六中全会 七中全会 是在武汉武昌开的 然后 中共有一些全会 也在其他地方开过 比如在上海 但是在最近这些年 已经变得比较规律了 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召开 但当时候我们知道 就是五中全会 六中全会 七中全会 1958年开 之前的四中全会 是1957年开 而5000年我们都知道 中共开始弄大妖精 进行了反右 后来开了不讲究规则的 一年之内开三个全会 造成的结果是大妖精的灾难 不仅是党内的权力斗争 在楼山会议上面 达到一个高峰 引起党内极致的内讧 出现了什么彭德华集团等等 然后就开始出现 更严重的 大灾难 大饥饿 所以按照这个来讲 从风水的角度 从八卦的角度 从政治经济的角度 从党战的角度 应该呢 今年不要再开三次全会了 否则的话 人们对 在毛泽东时候的 1958年的三次全会 记忆犹新 历史的禁忌 重新打开 那么中共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是不是也像 毛泽东时期呢 我觉得 在几次的 点点今天事中间 我强调 我说中共 中国是一艘巨大的巨龙 那么呢 它除非发生根本性的 颠覆性的方向错误 否则的话 这个船有相当大的承受能力 而且中共这个体制 由于它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 尤其是在毛泽东之后 也好 改革开放也好 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的 1992年的南省也好 中共加入WTO也好 中共为了换取 美国取消最会国对预的这种限制也好 它总是不断地去挑适自己的政策 去实用外界的这个变化 那么呢 或者说 它能够即时放下身段 该做妥协的时候 做妥协 该做让步的时候就让步 那么就跟这个 我讲的就是野草一样的 只要能够生存 它就不顾一切 只要能够蔓延 走到哪个地方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生存 所以这样一种体制 没有底线 没有道德 没有法治 没有意识形态 甚至没有尊严 那么它的声称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共不会 就是一头走向黑 那么之所以 去年今天前年 在中国政治上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 在国际上变得有时候很嚣张 原因就是因为呢 它小人得志 它的经济还不错 经济有了一份力量 它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 所以要做全球共同命运的这种梦 要复兴社会主义 要举起复兴社会主义的大旗 甚至呢 要中共自己 要学习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一系列的倒退 那么加上川普的 这么一种对中国的 一种施压的政策 使中国现在处于一种 比较危险的一种状况 比较尴尬的一种状况 人们对今年的施政提出了 非常严厉的批评 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急剧的收退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共为了生存 它是要及时地进行政策的调整 这个是不应 如果它真的不进行调整 中国政治走向极端化 那中国政治可能更容易产生变化 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共体制内部是不是产生了 激烈的权力斗争呢 那么这也就是7月份 8月份的所谓的元老上书 元老逼宫 或者是北戴河会议的 会出现风波的一些 要求的主要来源 但是当时候我做出一个判断 我认为无论是今天的 中共元老 还是今天的所谓的红二代 还是其他的官僚阶层 虽然他们私底下有很多的怨言 但是作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 他们几乎不会去挑战习近平 他们从政治能量来讲 也没有能力去挑战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的问题 不是遇到党内 对他有极大的挑战力的问题 而是习近平自己的认知能力 和习近平 到底他要把中国 往哪个方向走 这才是决定中国的政治走向 但是不管习近平 是怎么想的 但是习近平跟这个政党一样的 好死不如那活着 只要能够活下来 等待时机 再来嚣张 再来调整 都是有可能的 在内外交控之下 他对政策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而这种调整 更多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现实的压力 而不是来自于 党内的所谓的各种力量 包括也不是来自于 所谓的政部方那些讲话的压力 那么这个 我跟网上的 或者是一般的学者的评论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么 也就是说 现在是所以不开四中全会 我并不是 同意外界的一些看法 使中国的权力斗争 处于一种交度的状况 或者是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所以不得不 推出所谓四中全会 而是呢 按照党章的规定 按照现在中国的政策状况 它不一定需要通过四中全会来 进行全力运作 有了一个政治局 或者是有了习近平本人的团队 他的施政 按照他现在来讲 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当然 官僚体制对他的政策的消化 软化 或者是扭曲 那是一个体制本身的特征 而不是对他个人权力的 根本性的挑战 所以四中全会 按照刚才所讲的逻辑和分析 也有可能 就像我之前的点点今天事里面 某一期讲的 也许今天就不开了 也许明年再开 因为党章有限制 历史有竞技 习近平没有急需的要求 好了 点点今天事 今天就点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不愿意 喜欢